歡迎來到駕訓班與李教練有約 我是李佳恩 教練兼法律講師 任何一個有知識的人在世道之內沒有學習心智 就會跟不上時代 一個優質的教練 就當以創新來作為在健全組織裡的核心能力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需要有創新的核心能力 創新並非代表著標新利益 而是一種的自我成長 並且隨著時代的脈動再前進 根據Marketing市場調查以及學員們的需求來講 多數的學生來到駕訓班學開車之前 並不知道他的指導教練是誰 還有憑藉著口傳式的介紹去找某某教練學開車 也不知道這位教練長得是高的是矮的是胖的還是瘦的 所以我根據學主觀的需求來講 在駕訓業界中當有怎樣的創新 誠如我在短片上 以十顆星的駕駛教學 能夠讓你知道你教練的用心 還有比照十五年豐富的教學經驗 您能夠感同身受 你教練的態度和專業思想 這種現身說法是有史以來在駕訓業界中的確是一種空前的創新 你們知道嗎 在短短的一個月的學車中 您將面對是怎樣的教練呢 才能夠避免不至於中途換教練的事情一再的重複發生 再者我將採取新創的教學 就是預約限額管理 就如同分期付款 這種機制絕不亞於二十世紀 其他偉大的科技發明 預約限額管理 將使學生能夠獲得最完整最完善的教學品質 遠遠大過於超收學生所貸給的缺欠效益 因為一個優質並資深的教練 其共通點不僅僅在於他有特定的人格特質 同時也當具備由智力推動系統組織的創新能力 這種新創的教學禮 One by one side by side 將使學員能夠從中獲得最滿意和滿足的結果 歡迎您來到教訓班 與專屬的比教練有約 記得預約重述 您把一個月的時間給我 我將開車上路的Fu給你 謝謝